防疫的部分来看到校园端 桃园市市长郑文灿今天召开国小校长及幼儿园园长会议 会议内容还是以防疫为重点 目前疫情逐渐收敛当中 仍有100多位师生在隔离 而市府预计在25号监测期满之后 再决定是否调整校园防疫措施 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举办国小校长幼儿园园长线上会议 同时也表扬卓越校长并颁发特色学校奖章 市长郑文灿提到春节过后校园还是以防疫为优先 截至目前为止桃园一共累积1500多位师生隔离 目前也还有100多位隔离中 由于疫情已获得控制 预计在25号监测期满后会进行评估是否调整校园的防疫措施 疫情是在逐渐的收敛甚至清零 我们会监测到2月25号来决定进一步的调整解封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台湾全面动员防堵疫情 在教育上也史无前例的创新 展现教学的韧性 更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桃园市长郑文灿透过视讯会议 感谢各校的努力 让全世界看见台湾教育的美好 停课不停学 或者推动线上教学 或者是推动线上学习的教案 都越做越好 让学生自主学习的意愿可以提高 疫情逐渐趋缓 但病毒不断转变 为了让青师生更清楚了解居家隔离 应注意的事项 桃园市也为每位隔离的青师生 准备了500元的关怀包及居家隔离问答集 陪伴居隔师生 度过14天的健康管理期